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27集 入夜了 丝丝铺好了被褥 将暖炉的风口拨到恰到好处 便与端水进来的四旗移到出了屋 夫妻二人静静地躺在床上 看着格外的烛火也渐渐暗了下来 许久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睡不着 半天睡得太多了 你呢 怎么今天也睡不着啊 记得在苍山的时候 你天天像这小猫一样睡的 说到猫 小白 小黄 小黑 不知道怎么样了 疼大家的抱到田庄去了 是你受益的 怎么这时候开始想他们了 范贤睁着双眼 笑着说道 林婉儿轻声咕噜道 是你说 养猫对怀孩子不好 范贤一正 虎啸不语 总不好当着你的面说 自己其实很讨厌猫这种东西吧 不管是老猫还是小猫 看着他们那份慵懒狡猾的模样便是一肚子气 相公啊 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林婉儿侧过了身子 吐气如蓝喷在范贤的脸上 诶 有些痒 帮我挠挠 范贤是一妻子帮自己挠脸 好奇地问道 怎么忽然想到问这个呀 林婉儿轻轻帮他挠了几下 在黑暗中嘟着嘴 身边的人似乎都有自己的长处 都能帮到你 四折会做生意 若若现在又要学医术 她本身就是京都有名的才女 小颜公子帮你打理怨务 就说北边那个海棠吧 范贤咳嗽了两声 险些没争破胸口的伤口 婉儿轻轻抚摸着她伤口上方 那也是位其女子 只怕也是存着安邦定国的大念头 只有我 自幼身子差 被宫里那么多人宠着长大 这什么都不会做 文也不成 武也不成 范贤听出妻子话里的意思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说道 婉儿啊 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与你说 人生在世 不是有用就是好 没用就是不好 这些角色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些人愿意扮演的 比如我 我最初的志愿是做一名富贵贤人 而像阎兵云 其实他又何尝愿意做一辈子的密碟头领呢 他和沈家小姐之间那种状况 你又不是没看到 而对于我来说 婉儿你本身就是很特别的 半弦的唇角泛着柔柔的笑容 目光却没有去看枕边的妻子 你自幼在宫中长大 那样一个污秽肮脏的凶险地方 却没有改变你的性情 便有如一朵青莲般自由生长 而让好命的我随手摘了下来 这本身就是一件极难得的事情啊 婉儿听着小情话 心头甜蜜 但依然有些难过 可是 终究还是 范贤阻了他继续说下去 而且 婉儿你很能干呀 打麻将连弟弟都不敢称毕胜 夫妻二人笑了起来 再者 其实我清楚 你真正擅长什么 范贤沉默了一会儿后 极其认真的说道 对于朝局走向的判断 你比我有经验的多 而且眼光之准实在惊人 春围之后若不是你在宫中活动 我也不会过得如此自在 相信如果你要帮我谋略策划 能力一定不在沿冰云之下 这是 林婉儿睁着明亮的双眸 眸子里边异常平静 这是什么 这是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你被牵涉进这些事情里来 范贤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些事情太阴晦了 我不想你接触 你是我的妻子 我有责任让你轻松愉快地生活 而不是也让你终日伤神 我呀是大男子主义者 至少在这个方面 许久之后 婉儿叹了一口气 叹息声里却透着一丝满足与安慰 轻声说道 我毕竟是皇族一员 以后有些事情 你还是不要让我听见吧 虽然我知道你是信任我 但是你也说过 这些事情因晦无比 夫妻之间只怕也难以避免 我不愿你以后疑我 宁肯你不告诉我那些 他与范贤的婚姻 起于陛下的纸婚 内中含着清晰的政治味道 只是天公作美 让这对小男女以鸡腿为眉 翻窗续情 比起一般的政治联姻 要显得稳固太多 只是在政治面前 夫妻再轻又如何呢 历史上这种悲剧并不少见 更何况长公主 终究是她的生母 所以婉儿以这番言语 并无一丝交情 更不是以退为进 而是实实在在的 为范贤考虑 不要想那么多 如果人活一世 连自己最亲的人都无法信任 这种可怜日子 何必继续呀 其实范贤 他想说的是 如果人生 有从头再来一次的机会 却要时刻 提防着枕边的人 那他 宁肯没有重生过 京都落了第一场雪 小粒的雪花 飘落在地面上 触泥极化 难以存及 民宅之中 诗寒渐重 好在庆国正处 强盛之时 一应物资丰沛 就连普通百姓家 都不予保暖之财 远远便能瞧着 平民聚集之地 黑色屋檐上 冒着落落雾气 想比屋中 都生着暖炉吧 一辆极普通的马车 在京中 不知道转了多少弯 终于来到了一庄 独门别院的 民宅小院前 今日天寒 无人上街 四周一片清静 自然也就没有人 看见马车上 下来的人的面目 邓紫月小心翼翼地 将范贤抱到轮椅上 推进了小院 范贤今天穿着一件大厂 毛领高过脖颈 很是暖和 伸手到唇边 吐了口热气暖和着 眼光瞥着院角 正在苏文茂指婚下 砍柴的年轻人 微微一正 那位年轻人 眉目有些熟悉 赤裸着上身 在这大冬天里 也是没有半点 未寒之色 不停地披着柴 这就是 斯丽里的弟弟 范贤微眯着眼 看着那个年轻人 似乎想从他身上 找到北国那名姑娘的影子 邓紫月轻轻摁了一声 大人交代下来之后 院长又发了首令 被我们从牢里接了出来 斯姑娘入了北极皇宫 她的身份有些敏感 不好安置 上次请示之后 便安排到这里来了 范贤点了点头 这间小院是自己 唯一的自留地 除了自己与起年小组之外 大约就只有陈萍萍知道 最是安全 他今天之所以 不顾伤势来此 是因为陛下 将虎位调给了自己 这些虎位的存在 虽然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但他们当中 肯定也有陛下 监视自己的耳目 想着以后 很难这么轻松的前来 所以他今天冒雪而来 这位斯公子 是位莽撞人 为了他姐姐 可以从北极跑到庆国 难保过些天 他不会跑出这个院子 范贤握拳于口 轻轻咳了一声 说道 盯紧一些 如果有易懂 就杀了他 邓紫月面无表情地 应了一声 推着他往里间走 轮椅在地上的 浑浊血水上撵过 屋内的监察院官员 出来迎接 看着坐在轮椅中的 提斯大人 不由心头微领 似乎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清国又出了一位 可怕的陈平平 京都深圳道旁的宅院 依向没有太多人主流 此间的主要任务 是负责传递范贤的命令 接收北方上京 王启年递过来的消息 私里里的弟弟和其他人 都在厢房里生活 留给范贤办事用的房间 自然没有生活的习惯 今天虽然知道 提斯大人要来 早已有人提前发了暖炉 但屋子里运了很多的阴寒 一时间还是没法的散开 赶贤坐在轮椅上 感受着房间里的寒冷 忍不住喝了喝手 哭笑道 连个炉子也舍不得生 院子难道穷成这样了 邓子月正在炉子上 考验台 又喊下属们弄些热水 来把冻住了 毛笔润开 听着大人的话 苦笑着说道 大人这些日子事多 就受了伤 下面没背着今天您过来 好不容易折腾得差不多了 范贤撑着脑袋 看着邓子月拿着墨块 在温好的验台上 死命磨着 用温水对着 就像磨刀一样的吃力半嗓 终于磨出了一些脂来 范贤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个新心腹的这个水墨功夫 看来比胎疑症也差不到哪里去 将润开后的毛笔伸进眼台里 沾了些墨 在雪白的纸上写了几个字 把他 墨 居然又冻凝住了 这是什么鬼天气啊 范贤打怒 将胶木头子式的毛笔扔到了桌上 骂道 在家里怎么没见冷成这样啊 邓子月只觉得一股寒风 在房内四处挂着 小心翼翼的回道 府里的炉子要好时很多 这间院子当初买的时候 就没背着这些 连炕都没来得及烧暖呢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闫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又不在这睡觉 你一个 老王一个 都是抠死了的主啊 当初给了王启年一千两银子 他硬是只花了一百二十两 买了这么个破院子 想冻死我不成啊 邓子月有些同情远在北极 还为提斯大人天天训斥的前任 小姨劝解道 生在清静啊 嗯 不止清静了 樊贤看了他一眼 狠狠说道 这叫清寒 若让京中那些大臣们看见了 只怕还真以为 咱们监察院是个清水衙门 他今天有几封重要的信要谢 顾不得那么多 还是勉励用着毛笔 但终究还是无法顺手 几番折腾之下 终于放弃 一派书桌 喝道 那这笔给我 邓子月磨蹭了半天 终于从贴身的衣衫里边 取出一支笔来 将要递给范贤的时候 却是面露慎重之色 说道 这笔贵啊 听说内裤也没多少存货了 大人您这 省着用啊 范贤一把抢了过来 无比比试的看了他一眼 心想 不就是这铅笔吗 这么金鬼做什么呀 等去江南 再找几个石墨矿 内裤的铅笔生意 自然能重新起来 到那个时候 我喊内裤坐两筐 让你背着 一筐让你写到死 一筐让你扔街扔着玩 铅笔在雪白的纸面上滑行着 就像是美人的脚尖 在平滑的冰面上起舞 偶尔刮起几丝 冰屑血痕 邓紫月知道 提斯大人在写密信 早时机的退了出去 盯冷的房屋里 就只有范贤一个人 捉着破笔头在写着 嘴里吐着雾气 在纸上一线即逝 看着很有些鬼魅 信的内容其实也很鬼魅 虽然是监察院的密信 但信上知识 干系太大 而且铅笔的笔记是可以擦去的 所以范贤并不是太放心 用的言语比较隐晦 而试射时间之类的重要句子 都是用的暗语 信是寄给王启年的 上面写的是关于崔家的事情 崔家因为在京都大受迫害 为了帮助二皇子 与信阳方面抽银子 迫不得已调了大批走私货物 到了北齐 但那边的渠道一直没有打通 所以出现了激货的现象 目前在线路上以及北方库中 崔家从信阳调出 积起来的货物 大约能够占到内库年产六分之一的数额 从这个比例上就可以看出 长公主把持内库这些年 胆子已经大到何等样的程度 谋取私立起来是毫不手软 目前的局面呢 是范贤与严冰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打击二皇子压榨崔氏才造就的 他等的就是此时 要一口将对方吃得干干净净 连骨头都不吐出一根出来 给王启年的信 最后写了一句 开饭了 范贤坐在轮椅上 微微偏头 轻轻揉了揉胸处伤口上方 那里一直包着记带 有些痒的晃 写了一封信后 手已经动得有些僵了 忽然间开始怀念在丹州的时候 思思天天帮自己抄书 而当自己抄书时 这丫头会将自己的手 放在她的怀里暖着 触手风盈 手感确实不错 心头为荡 提笔再写 这第二封信 是写给海棠朵朵的 只是她写信的时候 心中抱持着一颗放荡的心 信上言语也就放肆了少许 偶有聊动 自北极回国以后啊 她与海棠的通信 其实一直没有断过 也早习惯了北方有这样一个笔友 毕竟双方作为两大国 年轻一代的实力人物 保持通畅的联系渠道 是非常有必要 而且对将来极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心中聊了一些庆国京都最近发生的八卦 当然玄空庙事件也在其中 虽说庆国皇帝遇刺一事 震惊天下 北齐上京早有降报 但他身为当事人 讲起这故事来 肯定要比说书先生动听许多 后面还说了些别的 又在字句中暗暗点出 自己准备对崔家动输了 让他与那位不知男女的小皇帝 与自己配合好 在信末他抄了一首诗 以证明自己依然如往常一般才气纵横 内容是 我来台狱报恩分 气阔飞尽利欲容 古人有为知己死 只恐动故埋边亭 中朝故人启念我 众求后缕飘华英 复闻慈北 更寒疾 不知彼民何以生 这是司马光 火寒行的最后几句 范贤有些得意的看了一遍 戳着有些僵的双手 觉得自己抄的这诗 实在是太过应景了 而且字里行间夹的这个 悲天闽人之意 恐怕会让海棠姑娘回思许久 骗死小姑娘不偿命啊 这正是他喜欢做的事 确认没有什么遗漏之后 他封好了信封 压好了火器 忽然间他心头一动 总觉得似乎自己的倾诉欲望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 对着信纸那头长相普通 像村姑一样摇着的姑娘 总觉得是在面对着一位老朋友 一时间竟陷入了沉默之中 然后他铺开另一张白纸 略意沉存 提笔写道 朵朵 你好 前面那封信算是公事 这封呢 随便聊两句 今天京都下了庆历五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 想来上京的雪更大 天更冷 那天在你的菜园子里 看见里角处有几只梅 不知道那几只辣梅 可有颤开红点 滋润一下 白雪单调的容颜 喂 你养的那些鸭子怎么样了 小心一些 别冻死了 我这边挺正常的 小黄小黑小白 都在京外田庄养着 听说那里的伙计们 把这三只大肥猫都当祖宗一样供着 怎么可能养出问题来啊 我一切都好 吃了睡 睡了吃 家里挺安静的 这两天妹妹一直在太医院里忙碌着 听说已经成了京都难得一见的风景 婉儿呢 今天回林府了 我那位可爱的大舅哥 大约是最近受了冷落 脾气有些不好 我知道你这时候在做什么呢 范贤随意写着 就像是说话一般散嘛 纯粹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对了 我那个姓氏的学生 开了家青楼 生意不错 尤其是菜品 十分精致 哪日你若油炙庆果 我陪你去坐坐 忽然想到 上京那家酒楼的名字 我都忘了 但还记得那天的酒不错 和你说了不少胡话 也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 话说你前几封信 我都读了几遍 总觉得酸不忍睹 你一堂堂圣女 不要学那些大家闺秀的做派吗 总喜欢在信里加些诗词之类 虽然我假假有个诗仙的名字 但却没有批改作文的兴致 上回你说斯里里如今过得不错 嗯 这种事情呢 以后就不要多聊了 我对此事一向有一份记恨在 而且不知为何 尤其头痛于从你的嘴中 听到他的消息 朵朵呀 你来清国玩吧 我妻子对你也很好奇 另外就是顺便问一句 你们天一道的功法 能不能传外人呢 我最近对你们的练功方法 忽然多了很多兴趣 这看似自然的发问 深刻表露了范贤内心深处的无耻与奸诈 窗外的雪似乎大起来了 屋外的那个年轻人还在披柴 年轻人总是热血 只是我如今虽然年齿上前 但不知为何 心中却显出些老态 看着深周人士总是极难提起兴致 哎 咽了 罚了 无趣了 外面的风雪在呼啸 许是催我落笔 那好吧 就到这里吧 房里的炉子太破 温度一直没办法升起来 虽然还想和你聊聊 但总觉得没必要和老天爷的冷酷作对 另外请帮我照顾好他 谢谢 并祝晚安 信虽自然 里面还是夹杂了太多有用的信息 他将信又看了一遍 然后在信的最尾加了一句话 王启年啊 你要是再敢偷看 我就让木铁他侄儿去偷看你家闺女洗澡 请不吝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